在鲜花上打印照片,您见过吗? 印着自己头像的咖啡,您喝过吗? 为生计发愁的打工仔,如何变成发明狂? 他又怎样用自己的小发明收获爱情? 这个是我的神秘武器 我为发明狂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现在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镇雄县 前不久呢,我们通过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收到了一条热心观众提供的消息 他说在这儿啊,有一位奇人 他是一个发明狂 据说他有一项发明,能把人的照片打印在咖啡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哪,一块去看看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范春潮在这儿吗? 范春潮他现在不在 现在不在啊? 对对对 那这个是他开的体验馆是吗? 是的,也就是3D万能打印实物体验馆 3D万能打印实物体验馆 对 您方便带我参观一下吗? 可以的 范肖侠是我们要寻找的发明者范春潮的妹妹 也是这家体验馆的负责人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展示如何在咖啡上打印照片 而是先向我们介绍起实现这种功能的机器 万能实物打印机 之所以说它万能 是因为这种打印机可以在各种材质上打印图案 从布料、皮革到塑料、布板 甚至是金属和石头都能作为打印的材料 好,这样,你看 而且这里有点凹凸感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 这种机器不仅能在坚硬的物体上打印 而且就连树叶和花瓣上也照打不误 这就是刚刚那两朵玫瑰花 现在呢 它上面已经打印上我的照片还有字标了 现在闻一下呢 还有一股香气 让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CCTV4走遍中国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打在上面了 还有我的照片刚刚传过去的 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呢 我这样摸一下呀 还有一些凹凸感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那个材料 我们这个不是就是那种微浮叠的吗 在任何材质上面打 它都有点凹凸感的 都有些凹凸感 这样可以让我更加直接的感受到 它们在玫瑰花上的感觉 对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3D咖啡打印机 对吗 我听说咱们店里可以把我的照片打印在咖啡上 当然可以 真的吗 也用这台机器是不是 不是 其实我们这台机器也可以打印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营业在不同的机器上 我们没必要换去换来太麻烦了 所以呢我们就在另外一台机器上操作 哪台 那边 我来 那边二十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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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这是打泡机吗 不是这是咖啡机 那要不要体验一下 肯定是要体验的 那我先冲咖啡还是把你的照片先弄过去 要不我边传着照片然后您边冲咖啡吧 那行 这台用来打印咖啡的机器其实和刚才的打印机大同小异 只不过使用专门的可食用色素作为打印墨水 很快 我的照片就传到了电脑中 另外一边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准备就绪 为了让咖啡上的照片更加清晰 范萧霞特意把牛奶的泡沫搅拌均匀 这些奶泡就成为即将成型的照片的底色 哇我已经看到半张脸了 你看整个皮肤马上出现了 出现了 你看这里呢 哇 就是因为有那个奶泡太大了 所以它自己散去的构成了 那所以就有这个了 对吧 哦这个是奶泡 嗯对 但我的照片还是很清晰的呈现在这个咖啡上了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我可以喝吗 当然 香气 这个是可食的 嗯 现在还有一股牛奶的香味 是 把自己吃下去的感觉 有一些特别 嗯 头腿上有颜料吗 有一点 就像我们吃那个火龙果 对吧 红色的火龙果吃了的 但是舌头嘴唇都是红的一个样的 哦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是从那个植物里面提取的 所以嘴唇上都是有一点点那个颜色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啊 我的脸从一个大圆饼变成了一个锥子里面 因为喝了一口 在镇雄县 这家体验馆每天都会吸引许多好奇的客人 在这个越来越流行私人定制的时代 把家人和自己的照片打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上 也是一种别有情调的生活方式 而我们更为好奇的是 什么样的发明者把这样的创意变为了现实 通过刚才的了解啊 我大概明白了 万能食物打印机呢 能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材质上打印东西 这就不同于我们以往所常见的打印机 只能在纸张上打印东西 那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见到发明者本人 刚刚她的妹妹告诉我说啊 她现在正在我所在的这所小学里边 那她在学校里干什么呢 咱们一块去瞧瞧 我说她现在在哪个班级呢 在四六班 在我们班 哦 在你们就在你们班 四六班 范春潮现在好像正在上课 那咱们也进去一起旁听一下 这熊一小是范春潮的母校 每周一她都会来到这里 作为特邀的课外辅导员 给不同年级的孩子们上发明课 今天她拿的教具是自己最新研发的3D打印机 以及用3D打印制作出的各种玩具 这种新奇的小玩意儿让孩子们既好奇又兴奋 三D打印机是怎么运行的 三D打印机能打印出自己精装想象的东西吗 三D打印机具有什么道理 三D打印机能打印多大的东西 为了让孩子们对三D打印有更直观的认识 范春潮打开自己发明的三D打印机 现场演示起来 三D打印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快速成型技术 它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 使用粉末状的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问题 我就是刚刚跳跃进来的那个旁听生啊 我看今天上课的时候 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发言特别的踊跃 那你下了课之后什么感觉啊 我感觉很舒服 我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在我的母校过去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一样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气氛变想 所以说现在我今天要将 将我的八年 跟运用在这个学校 跟我的小弟弟们一起分享 让他们的梦想 就是变成现实 我就是很有成就感 在镇雄县城 范春潮算得上是个名人 周围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发明狂 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理工科教育 但是短短的几年间 范春潮获得了十多次国际 和国内的各种发明奖 自从2012年 范春潮发明了万能食物打印记以来 他已经获得了16项专利技术 据说今年呢 他还有十几样的发明 要去申请专利 范春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发明创造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镇雄县城的一处居民楼 范春潮带我们来到他平时工作的地方 这些机器都是零发明的吗 对 我们自己做一些试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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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也都嘛 反正就是有点凝乱 这个是2012年最早的发明产品 我们最原始的是那个红色的 最初步试验的就是那种 然后一部分的进行改造 这套不到一百平米的三居室 既是范春潮的工作室 也是他的餐厅和睡觉的地方 范春潮称自己是个典型的宅男 搞发明的时候 他就忘记了时间 经常一个星期也不下楼 这怎么还有张床啊 这个我做小食营的时候 就在这一间 这间是仓库 仓库的话 然后凭时间的话 我累了晚上 中午啊 这些时间多了 我们就在那靠一下 这个临时的休息 休息 一天在这休息 就在这里做 一般来说 您在这个工作室最长 待过多久 有些时候 搞几个东西吧 最长的时候 我这个是爱好 喜欢的时候就拼命 就睡不着 就一直在干事情 把东西做出来 我就心里踏实的 感觉着高兴了 就是灵感来了 您觉得叫抓住他 对对 要不然下着他 他就跑 跑掉 范春潮出生在 镇雄县的一个小山村 从小就喜欢拆卸 家中的日用电器 为此没少爱父亲的责码 大学毕业后 他回到家乡 做过几年村官 后来又外出打工 做过装卸工 搬运工 技术员 推销员 在大城市工作的经历 让他开阔了眼界 与此同时 他始终怀揣着一个 做发明家的梦想 我其实之前在你们 那个体验馆里边 我觉得咖啡打印机 特别有意思 还有可以在 柔柯花上打印的 那个打印机 你当时 为什么会有 这样想法呢 是这样 在以前 我出门打工的时候 我爬了很多的城市 很多的地点 其实最早以前 我是对他的事 这里有点爱好 有意义爱好 然后我就感觉到 所有的景区 所有的教育馆 他们打出的教育馆 就是一张纸 就在这个平面上 后来我再想 我说这个打印机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打在一个不同的材质上 其实因此为了 我就在边玩上 边打工 边在这个女徒的过程中 我也在发现 很多生活 方方面的东西 我们在思考 一边要打工养家 一边又要购买各种原件 实现自己的发明梦 这让范春潮 在很长一段时间 经济上捉襟见肘 最困难的时候 他连吃饭 也成了问题 然后比方说 开始说真笔吧 像现在真是真 后来把人笔少了 不敢多这样的真量 不是真 除了真了 反正多差点水 没关系了 但是我一天过一点 过点半年 这样的 当然这样 再过来也是可以 但后来 那个工资 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没办法 然后一个人在外地 就住这些 什么朋友 请我这个东西 给他激进几个人 那只是继续再坚持 坚持我 这就是两个悲哉 然后悲哉 让我最急于 那个悲哉 一直支持我 吃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在周围同事的眼中 范春潮是一个 有些怪异的 发明爱好者 正是这种 对于发明的 痴迷和热情 让他短短几年时间 就获得了 连自己也想不到的成功 范春潮通过 自己的奇思妙想 把事业一点一点的 做了起来 而且他还利用 自己的小创意 为自己 谋了一个福利 这个福利啊 还不小 究竟是什么呢 在范春潮的家中 我们见到了他的爱人 和刚刚满月的女儿 这两位就是范春潮所说的 因为他的小发明 而得到的大福利 范春潮和妻子白尚分 相识于2010年 当时范春潮 还是一个为生计 发愁的打工仔 而白尚分 是镇雄县的公务员 对于两个人的爱情 范春潮一直在心里打鼓 担心高攀不起 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小礼物 却在无意中 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就是这个是吗 对 他当时给我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打开一下 因为这是我的照片 我问他怎么得到我的照片 他说在网上 搜到了我的这个图片 他说没什么礼物给我 就给我做了这个十把 看来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是啊 我觉得这个不太值钱 但是我觉得他这份心意 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就一直把它留着 留着搬了几次家 我的都得小心的 拿收好放在这里 大概是几年之前的事情 五六年了吧 六年了 大家可以看看五六年之前 这是打印的对吗 对对 在石头上打印 应该是石头啊 对 这是我第一个产品 应该还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新鲜玩意儿 把您给征服了 但是应该说更多的 还是对他心意的这边感动吧 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 他的这种工作吧 应该说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 2014年 范春潮和白上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白上芬慢慢发现 范春潮不光对打印机感兴趣 天马行空的想法 似乎随时可以从他的脑子里迸发出来 因为那个他就比较喜欢做这些 是这样的 他有天吧 他不是在那里 就发呆 发了一会儿呆之后呢 他说 小白 我有个想法 他说 这个马桶一边的尿啊 这个冲掉了 多可惜啊 他说 因为他里边有很多布置吧 他说可以用来发电的 我没说一句话我就走了 后来他年我说了几次 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就说 你要跟我说这个东西 我说我不懂 万能打印机和3D打印机的发明成功 给范春潮带来了自信 如今 他把视野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在云南的农村地区 家庭用的火炉随处可见 不过 消耗大量煤炭和排放污染气体 也是长久以来最大的问题 范春潮和镇雄县的另一个发明者 范泽文 花了一年时间 把简单的火炉改造成一个节能环保的高科技电子炉 我们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有一个二次燃烧 就是说在这个火炉物在燃烧开始加温的时候 它有燃烧出来 我们哪个人家里面下都是燃烧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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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排出去 那么我们就它这个循环把燃烧 把燃烧 循环再次燃烧 这几个孔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供养系统二次燃烧一个的过程 所以所以这个这几次光的话 你看这样弄起来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把充分燃烧 二次燃烧循环再燃烧 通过二次燃烧 然后跟那个里面没有燃烧的气体 进一步燃烧 再进一步通过燃烧 下方我们就要把这个电的问题解决掉 因为这电还需要插在我们交流电上 来进行转换过来 那么如果没有电怎么办 所以我们下方改的话 就要把这个多余任意进行发电 发电一个人自给自绝 而这个时候还可以多余部分电 还可以供给家里面照顾 这两天在和范春潮相处的过程中 我发现它确实有一些比较怪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 它会突然一下要求停下来拍照 比如说今天它就要拍一下 我身后的这条河流 不过这条河流我确实看不出来 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它的风景比较优美之外 那它到底在拍什么呢 咱们过去问问它 范大哥 你在拍什么呢 我在拍这个流水 活流 这个流水有什么好拍的吗 我就是拍活流没拍风景 我拍这个流水 看这个流水有多大的流量 和这段河有多长的距离 我在撤这个 那拍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我拍这个东西我在做一个小发明 做成了也算是大发明 能跟我说说吗 您又有什么新创造了 我想把这段河用上我这个设计方案 让这段河发电 段河发电不用落差来发电 对我现在的新发明就是不需要落差 流水 停水 发电 这能实现吗 能实现 我现在在规划 您都随身带着呢 对的 我图纸里搞出来了 啊 这一句方案 这个是我的神秘武器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发电站 就是靠集中水量 然后再一点落差 那力量全部冲在一个电机上 然后我们是用用这个布阵方式 布阵排列方式 似乎排列 就是用这个活流一段一段 那么搞搞危险的这个发电机 它能够这个活流的这种流水 它能够冲 冲转个小的发电机 那么我们排列有若干干 小型的发电机 屏力起来 那么它的发电功力 和那个集中在一个点上的功力 是一致的 大概多久能实现呢 这个的话我们预计在 半年到不超过一年 这么快 这个图子 我就找到已经设计的差不多 我已经生死熟练很多次 就是踩一点 然后把水平安上去 再测一下 再反复 但是我知道可能会有失败 但是我们不怕失败 不怕失败 大不了从头再来 这是范春潮的人生信条 他告诉我们 就在这段时间 他蒙发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我现在还有个想法 我想把我的打印机打印房子 打印房子 对 那里多大的打印机啊 我这个打印机的话 可能有点大 但不是并不太大 就是一张集装箱 一张一辆车子一样大小 只需要我要打印的时候 就把这个车子开到我的工地上去 然后伸出一只手 机械手 进行对这个房子 就开始一层一层打印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喷嘴 进行同时打印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一块一块这样打印 不是 跟现有的技术不一样 我们就是一次合成 一次打印出来 在您的身边啊 比如说亲朋好友 有没有人质疑过 您的这种异想天开的发明创造 在我身边的话 真的还有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人就说 你说这个是不是在做梦 是不是在痴心妄想 我说 你等着看 让行动来说话 让事实来说话 如果不做出来 我真的就是他们说 就是大话 大话稀有 就是吹牛 就是神经病 这两年 我们经常听到创客这个词 我们身边呢 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客 创客呢 就是指那些通过创新 将自己的创意 变为现实的人 正是由于有了像范春潮 这样的创客的出现 我们的生活才出现了 更多的可能性 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走遍中国 也期待您通过我们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 跟我们进行交流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